结果丢到这边来 注意哦 改成VBA 的话 如果我不会用Sumif 那我干脆我直接写 要怎么写 第一个 我这上面名称叫什么 就用这个 产现你的员工之之和 这个 但他要做什么呢 他要帮我把那个什么 我这个范围 For I 等于第2列到第10列做什么 帮我从头到尾去check check什么呢 如果他的开头两个字是产现的话 那就帮我把 他的同一列 的C栏 帮我先放在一个变数里面 帮我做什么累加 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可能还多学一个 就是说 如果找到了 那我就把他同一列 本来A栏 变成C栏 这个资料哦 先放在一个变数里面 然后呢 又找到了 有没有 再找到这个 再把这个值怎么样 再继续累加 再继续放在那个变数里面 直到最后呢 找完 到这个为止 最后再把结果丢到这个 那这个储存格就是叫 12的储存格 所以要怎么做 基本上逻辑大概是这样 可是对应的程式如何撰写 这个才是这一题的重点 这个意思啊 刚刚讲这个地方哦 你可以 把它当 范本 因为以后很多地方 其实逻辑差不多 你用改了就可以了 要怎么改哦 最重要是 累加的概念 所以 一样我们先在 这个visual basic里面 怎么样 所以我这个名称 我名称叫 产线人员之和 好了 然后 先切到visual basic 然后呢 找到我们这个档案叫 什么 这个vba里面 按右键 插入什么 模组 因为针对这个档案 好 然后呢 我们一样打一个sub 然后空一格 贴上这个名称 Enter就好了 因为我要做一个按钮 好 接下来 我们就是写什么 写for 或i等于 第2列 到第11列 Enter两下 打一个nath 然后呢 如果if 什么呢 if 他这个储存格 sales i列的a 但是我只要前两个字 前两个字 那怎么怎么怎么表示呢 前面加个laps 括弧 laps的意思是说 我要从左边开始算起 去找这个储存格里面的两个字 豆点2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意思说我要找前两个字 如果是等于什么 产线的话 所以这边的话我就把产线加上去 然后 然后 Enter两下 一样打an的if 所以奇怪上会先把这个 头跟尾 打出来 好没有 for跟next if跟an 那做什么呢 特别是要 就是把什么呢 他同一列 同一列就是 这个 这个 I列 的 c缆 帮我累加 累加怎么累加 这边我就 再增加一个 变数叫sum 所以呢 接下来 累加的方法 我们先在 开头的地方先加个sum 等于0 这个sum是我们自己加的一个变数 那不见得一定要叫sum 你叫别的名称 你叫s 可以啦 你叫其他名称 我们这边叫sum 那你就怎样 这个sum就是一个变数 它预设值等于0 所以它里面就放0 那我们可以怎么 累加的话就sum等于sum自己本身 累加的话就是 加上什么 加上 同一列的c 就是把4903 放到里面去 所以我就是 干脆拿这个上面这个来改 把它复制下来 这边改成c 意思就是什么 我就如果它这个 这个条件是对的 那就把它同一列的c来 这个的资料 放到这里来 那它原来sum是0 所以它0 加上4903 那它把它加完之后 会放到前面去 所以sum呢 它就被改变了 所以 里面的资料呢 就会是4903 特别最后是 两个加完之后 存到前面去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前面有特别强调 这个等号应该怎么 把后面 运算的结果 存在前面的意思 千万不要一直 把那个以前的 你们学的数学的那个等号 拿来这边 不一样的概念 OK 后面算完 存到前面去 所以呢 它一定 先4903的 然后再 3906 又找到了 3906 再加4903 加完又存到前面去了 有没有 所以直到 加完为止 那可是问题来了 我加完sum 里面就是 最后的加这种结果 应该就是 刚刚那个结果 2223884 那可是问题呢 我需要什么 把最后这个结果怎么样 再帮我丢到哪里呢 丢到这个储存格 最后你就跟他讲说 Ranch 这个储存格 叫做 12 里面等于什么 等于sum 这样子 就 写完了 我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这边的重点就是 如何 去帮我们 去做资料的累加 这个累加 加完放上前面去 加完放到前面去 OK 然后最后的话呢 再把最后加完的结果 再丢到这个储存格 里面 大功告神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前世真的不多啦 但是我觉得 你只要写 主要理解了 那以后就照着这样写就好了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这边执行的话 会不OK呢 我们把它看一下 执行 23884 如果你觉得跑太快的话 这边其实可以射中断点 上目前等于0 0 加上什么 这个4903 这一行卡住还没执行 如果按F8 这里面放4903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然后再跑一次 现在4903后面又加3906 他把这两个箱加 8809的 放到前面去 所以再 按F8 放到8809 所以意思啦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反正这个变数就是 他可以不断帮你把资料 累加 存起来 到最后呢 丢到这边啦 OK 所以最后的话执行 就大功告成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